第三百七十七集 林 林 林少小 黑石额头冒汗 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以往他跟别人组队 都是拿别人当挡箭牌 今天做挡箭牌的 居然轮到他自己了 这其中苦涩的滋味 可想而知 云煞尊主 知道黑石在想什么 拍了拍对方的肩膀 已是安慰 看到之前四个人的死 他也有一种兔死湖碑之感 刚才那两番遇险 如果不是林明警戒的急时 他们怕就全军覆没了 林少小 您一定要看好路 我们可全指望你了 黑石说话的声音 都有些变调了 如果这次我能活着出去 我把我身上的杀气 包括我须眯剑里的财富 都给你 我什么都不要 哎呀 早知道是这样 我根本就不进万古魔坑了 现在就算给我一块地精 魔神之骨 我也情愿不要 黑石悲怯的说道 现在后悔也没用了 其实黑石与通天塔的尊主不同 他是圣地传人 上流的地基天才 他即便不去冒险寻机缘 将来也有极大的可能 顺利突破地基瓶颈 成为一星魔地 当然了 也只是止步于此 没有大的机缘 他终身无法突破二星魔地 是最普通的第一强者 黑石会冒险来着万古魔坑寻求机缘 就是不甘心如此 想要冲击更高的境界 可现在 肠子都毁清了 进入千里禁区后 出去的希望越来越渺茫 多半的云深于此了 就算林明真能破解此地 也未必能把所有人带出去 如果硬要留下几个来 他多半是其中之一 想到这儿 黑石重重的叹了口气 成为最普通的地级强者 也比丢了命强啊 普通地级强者 也有五六千年的寿命 突破二星魔地 再增加个两三千年 这区别不太大 云煞尊主 也有同感 这次误入千里禁区 几番经历生死险境 看到太多 他根本无法抗衡的存在 他可以预见 将来任凭自己如何努力 比起这些魔神般的存在 也是相差太远 这让他倍感唏嘘 众人正各怀心思 突然这时候 他们就听到天地间 传来一声恐怖的巨响 如同滚滚天雷 响彻环宇 这声音不知道 从哪出来的 众人就觉得耳膜轰响 简直要双目失聪一般 急忙用真元封住双耳 这才避免耳朵流血的下场 那恐怖的声音 愈演愈烈 如同山崩海啸一般袭来 随之万里大地 为之震动 仿佛因着声音而颤抖 让人心中惊骇莫名 林明脸色都变了 这什么声音呢 打雷 不对啊 哪有雷声 有如此威势 这简直是震颤世界的声音 而就在这时 让六人永生无法忘记的一幕发生了 在他们身前数百里远的万古魔坑中 冲天而起的黑色乱流 突然紊乱起来 能量流从中被分开了 随之一只长度足足有数百里的巨大头颅 无声无息的出现了 猙獰的黑红色林甲 高如山岳一般的巨大独角 他看起来像是一头龙 可却又与传说中的真龙有所不同 看到这头巨兽出现 包括林明在内 所有的舞者全都惊呆了 那一刹那 他们竟是连呼吸都不能 光头颅就有数百里长 那他身躯岂不得数千里啊 我的天哪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上古巨兽 根本就没注意到数百里之外的六个人 或者说这六个人的级别 根本就不配让他注意 你想啊 你要是走在马路上 没事闲的时候 你会去注意路边的小蚂蚁吗 这巨兽那暗金色的铜人 冷漠而浩渺 仿佛是天地间的一切生灵 仅为蝼蚁 众人与这铜人 不经意的一次对视 就觉得全身如遭重击 修为最弱的黑石身体一振 五脏六腑之中能量暴虐 直接吐出一口溺血来 即便风神和蓝沁 也是连退数步脸色惨白 那暗金色的铜人 足得有数百丈 他背后仿佛通向无尽的宇宙 虚空一般让人心神经济 端木群和云煞尊主急忙回避目光 再也不敢与其对视 而林明却灼灼的盯着那荒谷巨兽 同人中血丝凸起一双眼睛 机遇暴力 林明啊 你再看 那眼睛会爆的 魔光的声音在林明脑海中响起 然而林明却依旧看着那只荒谷巨兽 直到双目流星 黑色能量流 再度被推开 荒谷巨兽的头颅上浮到万丈高 接着 他展开了如天幕一般宽大的翅膀 这对翅膀展开那一瞬间 周围的云全部被冲开了 连黑色能量流也被从中截断 周围岩石土地被层层翻起 连山岳都冲塌了 看到这一幕 云沙尊主心中大惊 小心 随着他一声大吼 恐怖的风暴席卷了四百里的距离 向着众人直冲而来 轰 地面被撕裂了 六人都被席卷在这样的狂风中 像稻草一样吹飞了 云沙尊主大惊失色 如果被狂风吹散 虽然不至于受什么重伤 可如果把林明弄丢了 那可就糟了 在这种鬼地方 一旦失散 再找到别人的概率等于零 到时候没了林明 谁也崩想出去 都到我这里来 五条能量锁链 从云沙尊主身上发出 如灵蛇一般 缠住其他五人的身体 他们六个被足足冲飞了几百丈 重重摔在地上 轰隆 土石坍塌 黑石吃了一嘴的土 妈的 什么东西 黑石 吐了一口泥 又擦掉嘴边的鲜血 他抬头望向万古魔坑 正好看到那荒谷巨兽 重新没入黑雾中的情景 他在空中翻了一个身 巨大的头颅 已经没入万古魔坑 只留下巨大的尾巴在天空中 仿佛晴天柱一般 刚才仅仅是跟着荒谷巨兽对视一眼 就让黑石重伤凸鞋 要知道刚才可隔了四百多里 这得是多恐怖的存在 别乱说话 听到黑石的抱怨 云沙尊主脸色变了 黑石 你想死 别拉上我们 对着神物不敬 小心你横死当场 云沙尊主说得声色俱立 黑石却撇撇嘴 感觉云沙尊主太大惊小怪 他不以为然的道 哎呀 不用这么小心吧 我说说而已 几百里的距离 他又听不到 再说了 听到了 他还能听懂难说话呀 你 你还说 云沙尊主脸沉了下来 黑石 你难不成忘了有关万古魔坑的传说 几万年前 曾经有鼎盛一时 几乎一同圣麻大陆的六品宗门 聚集起十二名地级强者 想要用大镇 禁锢万古魔坑中的煞气为己用 保他们圣地十万年弃远 结果这十二地级强者 连同圣地圣主 都被同万古魔坑中伸出的巨大爪子 一掌给拍死了 灰飞烟灭 而后 这个圣极一时的六品圣地 奋崩离析 其门人都遭到了奇怪的诅咒 先后惨死 你不是想布他们后臣吧你 经云煞尊主这么一说 黑石的脸色耍就白了 是啊 刚才那荒谷巨兽 就算不是数万年前伸出巨大爪子的家伙 也必定是不次于他的存在 这等神明一般的东西 还是尊敬点为妙 否则自己说不定也被诅咒一下 接着就挂了 黑石吞了一口口水 心中默念了几句神明饶术的话 心里后怕不已 在黑石和云煞尊主交谈的时候 林明一直在沉思 他的眼睛还在流血 林明啊 你真是疯了 刚才要不是那大家伙冲上天 你继续跟他对视的话 说不定眼睛就真的爆了 魔光责怪的声音 在林明脑海中响起 林明长出一口气 默默地看向万古魔坑 许久之后 他平静而缓慢地说道 我想 我找到离开这千里进去的方法了 你咋当离开万古魔坑的办法了 魔光微微一争 只是大概的想法 还不知道可不可行 林明沉默着 在心中不断地推演 魔光暗暗吃惊 他知道林明既然会说出来 多半已经有了七八成的把握 这千里进去号称飞鸟不渡 有去无回 连高崇命运 甚至较弱的地级强者 都可能隐恨于此 而林明竟然能够找到离开的方法 如果说当初捕捉化妖蛊 还主要靠魔光帮忙 而进入这千里禁区这一路上 魔光其实根本没起到太大作用 全靠林明自己 这小子 魔光感慨了一下 也许用不了多久 以他这残魂的身体 就再也帮不上林明什么了 一刻钟后 林明推演完毕 站起身对众人说道 跟我走 随着林明一句话 众人急忙站起身 虽然他们将所有希望 寄托在林明身上 但对到底能不能走出去 却没抱太大信心 他们这一路上 不断的伸入万古魔坑 越往万古魔坑深处 他们被吸进去的速度就越快 就好像万古魔坑 有一种看不见的引力 在吸引着他们 如魔光所说 万古魔坑就像黑洞一样 越靠近它 吸引力就越大 空间扭曲的就越厉害 想走出去就越难 而林明发现 他一直以来陷入了一个误区 他想要从扭曲的空间迷宫中走出来 一直在找空间迷宫的出路 然而空间迷宫繁杂 无比迂回曲折 有些地方甚至迂回到距离万古魔坑 只有一两百里远的地方 也就是说 想要从这里通过 要先靠近万古魔坑一百里远 这无疑非常危险 再加上这千里禁区危险重重 一旦遇到危险再乱跑一次 之前的一切努力 就前功尽弃了 在这种情况下 林明感觉自己已经陷入了死局 而这时候 那荒谷巨兽的突然出现 给了林明极大的启发 那巨兽一次仰天长笑 强大的冲击波宣泄出来 竟让周围的空间迷宫 纷纷粉碎 而后他双翼一展 恐怖的风暴席卷而出 再次碾碎空间迷宫 把众人直接吹飞到百丈远 这百丈的距离 是向着万古魔坑外的呀 也就是说 他们被吹离了万古魔坑百丈远 这让林明脑海中灵光一闪 扭曲的空间 能够改变弱者行进的方向 可却改变不了荒谷巨兽 发出恐怖冲击波和能量风暴 因为他们太强了 如果自己能像荒谷巨兽那样 打碎着空间迷宫 那么走出去可就简单多了 打碎空间 这是一个疯狂的想法 如果是几个月前的林明 远远没这自信 可现在林明突破悬单 又把占领提高到青铜级 林明的攻击力 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占领对攻击的增幅极大 林明现在单论攻击力 甚至已经超过了二重命运强者 当初炫无机等人 能在残破世界 开凿出一个空间通道 自己也应该有这本事 至少在这空间迷宫的薄弱点 改变扭曲的空间曲面 还是办得到的 林明一路前进 寻找着空间的薄弱点 黑石紧跟在林明身后 不安的问道 林绕亚 你这次怎么不做政府标记了 没有标记 还怎么退回来啊 黑石实在没安全感 端木群等人也不明白 不过他们清楚 林明这么做 必然有他的打算 他们又不懂千里禁区的玄机 问也白问 不需要了 林明简单的回了一句 却没解释 其实啊 做占领标记 也会损耗一些意志力的 一个标记损耗的不多 上百个加起来可不少啊 林明现在要时刻保证 他的攻击力和占领 都处于最强状态 黑石看林明不说 很识趣的没再问 只能跟着林明心中坠坠不安 走了足足得有一刻重的功夫 终于林明来到了第一处 空间薄弱点 只要打碎眼前的扭曲空间 就能从一处空间迷宫 进入到下一处 大大节省路途和时间 林明闭目名神 邪神之力开启 浑身真圆 运转到极致 灌红 占领附着在子炫枪上 林明猛的一枪刺出 突如其来的攻击 让其他五个人吃了一惊啊 刚开始他们还以为是有敌人 一个个纷纷把家伙都抽出来 如林大敌 可等了一会儿 发现什么都没有 林明刚才根本是一枪刺了空气 哼 这家伙 是不是紧张过头了 所以才一枪刺空啊 黑石恶意的想着 之前他被林明打击的一点自信都没有了 现在看林明当众犯二 心中不免生出一种原来你也有出糗的时候 这种感觉 走 林明简洁的说道 抬脚就往前走 他预料的不错 蕴含了青铜占领的攻击 再加上他突破玄丹的修为 果然能够改变空间的扭曲率 看到林明若无其事往前走 其他五人很识趣的什么都没问 接下来林明如法炮制 每过一段时间就凭空攻击一次 其他五个人都看懵了 这什么情况啊 说实话 这种攻击空气的行为 看起来挺傻 如果是其他武者 他们早在心里骂神经病了 可林明不一样 林明做出的一切 就算看起来再荒唐 也必然是有某种神秘的作用 这就是高手的威信 一次次的攻击 一开始众人还被弄得一惊一乍的 后来就见怪不怪了 也没有人去问林明到底在干嘛 他们知道问了也白问 黑石有点心焦了 林明这种看起来有些傻的攻击动作 真的管用吗 一个不经意的瞬间 黑石转头看了一眼万古魔坑的方向 这一看顿时惊呆了 你们看 众人寻声回头一看 只见远处的万古魔坑模糊起来 那滚滚的能量流 也淹没在淡淡的灰雾中 看起来虚无缥缈 从清晰到模糊 这证明他们在远离万古魔坑 而且看样子至少走出了几十上百里 意识到这一点 所有人都激动起来 他们不知道林明怎么做到的 这个时候没有人敢去干扰林明的思路 而林明呢 每隔一段时间就凭空攻击一次 紫炫枪的攻击每每浸透空间曲面 被空间之力遮蔽 根本就看不出这攻击中蕴含的能量有多强 众人只以为是普通的攻击呢 其实每一次攻击都要动用林明八九成的力量 这样短的间隔 高强度的攻击 即便有八门遁甲休门的支持 林明也有点扛不住了 他不得不吃弹药来恢复体力 在万古魔坑 林明要时刻保持自己的最佳状态 否则一旦遭遇危险 可就没人救他呀 林少小 你这攻击有什么玄妙啊 我们能帮上忙吗 黑石看到林明一休息 就是两刻钟 忍不住开口问道 他心里太急了 在这千里禁区之中 多待一夕时间 那就多一分危险 根本不用林明说话 云煞尊主已经冷声喝荡 黑石 坐下 黑石郁闷的返回原地了 你不去打扰林兄 就已经是最大的帮助了 端木群也开口说道 他之前仔细观察过林明的攻击 那看似随意的攻击 其实攻击角度 攻击速度的选取 都有很大讲究 想要代替林明 哪有那么容易呀 足足三刻钟 林明才完全恢复过来 当林明睁开眼睛的一瞬间 顿时睁住了 他分明看到兰沁身后 有一个绿色的朦胧影子 定睛一看 他瞬间头皮发麻 兰沁 你背后 什么 兰沁心中大惊 向后猛的一扭头 顿时冷汗淋漓 他背后 有一个绿色的长发女尸 无声无息的漂浮在半空中 星红的嘴巴张开 一缕缕惊气 正从兰沁身上一散出来 溜入那女尸的口中 啊 兰沁惊叫一声 花容是色 他得吸你的生气 林明心中大惊 这种绿毛尸 被称为尸煞 是舞者的尸体 被邪灵附体后 吸取天地间的煞气 形成的鬼物 去死 端木群脸上 闪过一丝利色 抽出长剑 一剑刺向尸煞 被尸煞吸取精气 那是要折瘦的 兰沁不知道被吸了多少精气 如果不杀死这个绿毛尸 这精气根本回不来 面对端木群气势汹汹的一剑 这尸煞竟然不闪不闭 任由这犀利的一剑 切在他身上 啪 仿佛金属碰撞的声音响起 端木群这一剑 竟只切开了尸煞身上一点破烂的衣物 连皮都没上一点 是吧 端木群脸色大变 虽然刚才出招仓促 没能动用出全部实力 但最少也有巅峰状态六七成的攻击力 结果连皮都没上到半点 如此看来 哪怕自己全力出手 也怕是伤不了他 没得了你 那我可以看到你 那是我们的一剑 那么我来 就是我们的一剑 感谢观看